2022年中央电视台虎年春节联欢晚会落下帷幕 王源第七次登上春晚的舞台备受关注 以轻心简约的淡粉西装造型在开场修亮相 又身着红黑壮色短款丝绒外套大合唱歌曲珍爱奇舞 洋溢着青春活力的rap展现出新时代青年人昂扬向上的蓬勃朝气 过去的2021王源在影视音乐综艺工艺和时尚等方面皆成绩飞然 对于已经到来的2022王源将挑战更多全新角色 主流舞台绝佳的表现历程央视首选歌手 42016年起王源每年除夕夜都会与观众们在央视总台春晚见面 连续七年登上春晚舞台是对王源专业能力的肯定 也充分体现了主流媒体对王源国民度与健康形象的认可 北京卫视春晚代言人《奋斗症》青春2021年五四青年节特别节目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型情景史诗伟大征程 大湾区中秋电影音乐晚会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营新年特别节目启航2022 2021-2022湖南卫视跨年晚会等富有张力的舞台气场 体现出王源绝佳的舞台表现力 专辑Ost C世代原创音乐人用歌声证明出心 过去一年可以说是王源在音乐上爆发的一年 以作词、作曲、编曲、制作人不同身份交出原创专辑下野了 八首原创歌曲一经发售迅速霸榜QQ音乐、酷音乐、酷狗音乐、B站、抖音排行榜、豆瓣音乐等各大平台 同时获得了华语音乐打歌中心年度炽热专辑 同年、实体专辑发售达到秒寿庆的状态 相关话题抖音话题播放量超5亿 微博阅读量超78亿 不止于高播放量数据与高评分排名 更有专专业人士对专辑的质量做出了专业的评价 下野了能受到众多青睐 不仅源于其多元化 也源于王源优秀的创作能力及其超强的共情力 王源在过去一年的影视Ost跨界合作主题曲上也有相当多的话题突破 与知乎携手打造的答案 为电影《我的姐姐》演唱的主题曲《姐姐》 县礼剧《理想照耀中国》主题曲《理想》新华社2021年54青年节推出原创歌曲《奔跑吧!青春》 身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大使专门创作并演唱在未来 电影《穿越寒冬拥抱你》主题曲《穿越寒冬拥抱你》 六首单曲几乎包含词曲创作 从大热影视到主旋律电影再到联合国的青睐 能有如此的影响力 王源无愧于最受关注的C世代原创音乐人